青色不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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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馬的東西 跑出熱門 就應該會多些人開心 但是跑艦門 也會有人有驚喜 所講的主角 今天第三場 十二號的佳磚三 聽名字都知道 佳磚三當然是出先的 行先的 但是這匹馬不是的 它有個雜星 出閘就會大漏雜 在神操裡面也試過拍泥閘 他真的出閘會比較慢 所以就特別加了防沙眼罩給他 但是真正落場的時候 他依然貫徹他一貫就漏閘的情況 在一個很被動的位置就慢慢追上 入彎前向二達爆尾 其實他一路跟著那隻白鷺高超 那條跑線一起上 誰知那隻馬就一路內閃 相信很多馬迷都相知 為什麼不過件事在直路上騎馬 總是喜歡眼眸眸周圍瞄 而街尊三直路初 開頭衝他真的有點耐閃 不斷地向入面看 都不想說阻到其他騎士或者其他馬 但是最令很多馬迷不明白的 就是為什麼在最後關頭的時候 差不多到終點 其實他入面根本都沒有馬 很多馬迷都想問你 不過件事究竟你正在看著什麼 外號波仔的波件事跑馬有個壞習慣 就是喜歡在跑馬的時候周圍看 即是俗語說的 他不是四圍瞄的 他就是兩邊瞄 上季他已經不止一次 因為這種行為被小組警告過 出遍了一個幸運快車 接近終點三隻馬 相當接近 兩個馬位的 外面紅眼罩 藍莊 現在藍三尾爾在找位 鬥到尼章 二角又散不散 中間小鳥 雖然波仔之後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再左勺右勺 而且成績也都提升了不少 不過在今年的1月26日 谷操的夜馬 他就騎灰馬 紅龍 輸完回來之後 就被警賽小組 滴進去文華 而小組當時也告解了阿波件事 指出他過了1100米處之後 鬥到望入內側的時候 其實應該已經知道 紅龍根本不可能 在不干擾雲彩飛揚的情況之後 殺到內蘭 所以他過了約900米處之後 再幾次望進去 這些是不必要的行為 小組提醒了波仔 小組以往 也曾經就他陣上東張西望 其實是警告過他 因此 除非是為了確認安全沒有問題之外 他必須停止作出這種行為 不過江山易改本性就難移 波仔最後都是古泰福盟 在今日的沙田日馬 再次是東張西望 結果他在相關的場次裡 影相就輸了給 被潘頓的天外驚天跑獲的第三 市民今場連贏 有投注了波鍵士的街磚三的馬迷 這條氣又怎會不會不搖 我想很多馬迷都想問你 波仔究竟你何時才能撕掉這次人呢 說回全日10場的C跑道賽事 賽前預計內檔甚至貼籃馬 會跑高很多 結果有些可以就有些不行 其中10檔的精明勇俊 用了田泰安 結果爆出了半冷贏馬 為何良送上了季內的第九輪 亦都令他即時押過了鄭俊偉 脫離了榜尾 升上去廉馬斯榜的尾腰位置 至於另一個下有馬房 就是徐宇錫 今日他亦都有黃龍帝國 在第二場賽事裡打開勝利之門 不過這場就屬於五班賽 亦是隨扣季內的第四場 同類賽事的頭馬 所以就不會計入去逐排的指標 徐宇錫在季內餘下的時間 至少要贏八場 而不是五班賽的頭馬 否則就會叫做成績不達標 還會第一次收到馬會的警告信 另外跑到季尾的階段 重化兵回不了香港 但駐在沙特馬場 那班年輕的馬就乘機發揮 由第一場跑到第九場 居然所有贏的馬 不是三歲就是四歲 而且這一批馬有過半數 都是第一次贏馬 這種情況 某程度上亦都可以作為 季尾玩馬仔的其中一個參考指標 值得一提的還有緊張大師 贏完谷草一千 今次就回來沙田直路賽的一千米 結果在九檔起步 沿著外蘭米智就一放到底 跟新拍檔 涉恩就真是一拍即合 沒有再像去年一樣 十一月跑兩次這個路程 放到最後就沒氣大熱島做回來 這次緊張大師是第一次贏二班賽 亦都令到馬主 斯瓦至家族 贏到一百萬的優異成績的特別獎金 不過跑馬的東西 就肯定是有幸有不幸的了 潘頓就贏開隻緊張大師都不騎 今次他就選擇騎 田祖都沒聰明過的聖畢嬌 是不是真是叫做竹蟲入屁屁呢 聖畢嬌雖然就受惠了一些蟲化兵 回不到來香港 他就可以後備身份入體了 但是跑落鬥到最後的時候 根本就追不過那隻緊張大師 終於就拍照飲幸跑回第二 潘頓亦都因為這樣損失了一場頭馬 不能夠在第七場之後就追平莫雷拉 但是反而看莫雷拉 贏了兩匹大熱門 頭場是神彩勇士 第八場還有一隻健康快驅之後 就快過潘頓贏到今季的第100場頭馬 同時也重登失落了很久的榜首位置 至於潘頓又怎樣呢 跑到尾場賽事 亦都憑著灰馬銀池吃個尾虎 累積連勝了19次賽事都未斷纜 贏完這場馬就累積了今季的99win 暫時一個龍虎榜就退居了第二位 落後雷神還有一場頭馬